砖瓦残骸布满地面 白眼弥漫挥散不去 石川轮倒式经历强震 又遭到大火肆虐 整座城市形同废墟 这是灾后第三天的空拍 用当地居民的话来说 像是打了场仗的战后惨况 只剩零星建筑没被震倒 在火势中也沉了下来 不过外墙已经被烧到焦黑 有些房屋甚至只剩钢架 墙面屋顶全都消失 有些在剧烈摇晃下 从中间向下塌陷 房屋外观挤压破损 柏油路凸起军裂 和人行道的裂缝清楚明显 这是日本天皇也住过的 老牌温泉饭店贾赫屋 就位在镇阳附近 在这次地震中损失惨重 内部照片也可以看到 墙壁和天花板都出现破损 目前饭店外已经拉起封锁线 尽管是新年假期 但短期内恐怕难以重整 恢复营业 东京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